把这菜园给我毁了 是 快 是 回头老奴给您洗干净 不要了 回头烧了 是 是 都办好了 认错 要哭 眼泪可没用 放肆 别过来 眼泪没用这种事 我早就知道 跪下 你还想还手 您可等身份 无需亲自动手 别落了脸面 看看 长嘴 打 打到认错为止 是 上 � 是西凤年 这位想必就是北梁世子了 果然是聪明之徒 不识你说 疼啊 不疼 说媳妇了 他踩我菜我就推他 他回我院子我就扔他一身泥 除了这一巴掌我都还了 我才没输他 堂堂北梁王世子 连个丫鬟都叫不好 真是让人失望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 认错 你说什么 我背后这丫头本世子欺负德 你们欺负不德 怎么 世子也不问问我等来历就想动手了 打狗还问名字吗 世子倒是尖压力尺 怕是你没这本事 给我上 别打死就好 这就收到了 他不是不过你过吗 应该是刚入门 看他那力道技巧倒也上场 只可惜啊 终究还是少了一点真气 就会这一刀吧 这老白脸是你相好啊 杀了他 找赎 杀了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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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握紧点 阁下何人也 要打就打 你管我是谁 徐凤年 你知道我是谁吗 当年隋国在泰山挖了两颗野明珠 这事我还是听说过的 隋珠公主的名号 不就这么来的吗 既然猜中了我的身份 那还不跪下 应该是你跪我吧 三年之前咱俩有过婚约 虽然我外出游历三年 这婚事没成 但你也得算我半个娘子啊 徐凤年 我这人好说话 你不用归我 给他道个歉就行 你让本公主给一个丫鬟 低头认错 凭什么 前辈 打得赢吗 当然 就凭我这边能打呀 对黎阳公主出手 孙雕四 在 拿下他们 这会儿可以认错了吧 你到底要怎样 听不懂人话 叫你认错 不用认错 我只要我的菜园 什么 还我菜园 你好大的胆子 那就不认错 赔菜园 这破烂菜园能值几个钱啊 我说他值千两黄金 好 千两就千两 回头给你送过来 回头 想赖账啊 现在没钱 手上拿的那是什么 武当山的人都死绝了吗 你是武当的 武当掌门王重楼见过殿下 我现在命令你们武当即刻出手 将这三人拿下 什么 说来惭愧 本教只求金星不善武功 武当山连皇室之命都敢违抗 实在是武功低威 让公主失望了 你这是要让自家扇门万劫不复了 我刚刚听到 我刚刚听到 殿下跟世子说起了黄金 倒不如由贫道先替公主殿上吧 那可得让公主先写个借据 按个手印 很好 武当这是要当徐凤年的狗了 你这么说话怎么跟人借钱 给你 给你 一颗算你五百两吧 都给你 前辈 请收到 走 老能无能 给殿下丢脸了 与你无关 行了吧 你得问他 我只要菜园 你 你把他变成刚才的模样 那个 这丫头不识货 那俩猪子 不要的话给我 你要 我偏不给 不会过日子 这白嫁娘 徐凤妍 王重楼 你们记住今天 把车复原 快去 停一下 又怎么了 我想了想 你的人太脏了 还是别动我的菜园了 你是故意羞辱我 你给了我一巴掌 我羞辱你 勉勉强抢算缓情了 你 你还有什么话说 公主请自便 巡龙相呢 殿下是来找我弟弟的 嫁我不成就要当我弟妹 你别欺人太甚了 我弟弟已经被人带去龙虎山了 不信你们掌门 贫道可以作证 下茶 是 殿下 走 上面 这可太不给公主面子了 世子可有闲暇聊上几句 等我一会儿 贫道在世子练刀的瀑布处等你 马上就来 咱马上回贝莲 防止公主的手下找您麻烦 我还怕她不找 解齐了 我没热她 是她先擦我菜的 我知道 她是找你来的 是我连累你 要不我给你复员 算了 我就这命 我什么都不该用 就算拥有点什么 我们最后也都毁这下场 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命 我父王没了 母后没了 家没了 国没了 所以不用复员了 我生来就欠着时间的 都毁了才好 最后还在哪里 就赶了 你买了 她是还有什么 我再次都不知道 那我们来看 小伯母 我妈 他那 Chelsea 都得了 那庁 我太就不地了 我们来赶紧 我amente 大乖 一支 都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